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明说美方此举是国际刑事法院及罗马规约下的国际刑事司法系统所受到的一系列前所未有攻击中的新动作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试图干涉国际刑事法院司法程序 声明强调国际刑事法院坚定支持其工作人员和代表并将坚定致力于独立和公正的履行罗马规约及其缔约国所赋予的任务 土耳其外交部当地时间6月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外长扎里夫6月14号15号访问土耳其将与土耳其外长恰务什奥卢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 就双边关系地区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外交军事代表团将于同日到访土耳其就利比亚叙利亚等问题与土方代表团进行深度磋商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在结束对土耳其的访问后扎里夫将继续访问俄罗斯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科尔维勒表示 联合国在野门实施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急需24亿美元 但当地时间6月2号在沙特举行的野门认捐视频会议上 各方承诺的援助资金仅有13.5亿美元 而且目前仅有47%的承诺资金到位 资金缺口依然巨大 如果不能保障足够资金 联合国在野门实施的41个救援项目中的30个将不得不在未来几周暂停 据伊拉克军方消息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北 以军事基地13号遭两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该军事基地驻扎着负责训练伊拉克部队的美军官兵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表声明说 两枚喀丘沙火箭弹当晚 击中位于巴格达以北约20公里的塔记军事基地 其机未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拦截野门胡塞武装 向沙特南部边境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说 野门胡塞武装从野门萨达省 向沙特南部边境城市奈基兰发射弹道导弹 导弹被成功拦截 坠落碎片导致一些平民受轻伤 多国联军将采取符合国际法的措施 以摧毁胡塞武装继续威胁无辜平民的能力 阿富汗政府官员13号说 阿富汗西部古尔省和东部霍斯特省卢格尔省 12号夜间各发生一起袭击 共造成19人死亡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 制造了这三起袭击事件 这三起袭击事件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国防部长 绍伊古14号将率团访问土耳其 在两国疫情形势均十分严峻的情况下 俄方为何会派出如此重要的代表团访问土耳其 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 土耳其记者颜伟 颜伟你好 根据你的了解 俄罗斯代表团此次出访的主要议题是什么呢 根据土耳其外交部13号发表的声明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国防部长绍伊古 14号将率领俄罗斯军事与安全代表团访问土耳其 此访是根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会晤的决定而进行的 双方将就地区问题进行磋商和协调 虽然声明中没有提及此访的重点议题 但根据埃尔多安和普京10号电话会晤的内容 不难看出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将是双方此次磋商讨论的重点议题 利比亚战场局势在过去举州出现重大转变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在土耳其的支持下 陆续收复多处失地 夺回对首都迪利波利国际机场和首都郊区的控制 重新控制西北部大部分地区 而俄罗斯等国支持的哈佛塔尔将军领导的国民军武装 则撤出上述地区 在战场上激烈争夺的同时 双方也继续积极寻求外部支持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萨拉杰 4号突访安卡拉与埃尔多安进行了闭门会谈 在此之前 利比亚总统委员会副主席 民族团结政府副总理马蒂格 3号访问俄罗斯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谈 与此同时叙利亚局势也不平静 5号叙利亚伊德利普地区 土耳其军队一辆装甲救护车遇袭 一名士兵死亡 两人受伤 8号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 在续西北部激烈交火 双方各有伤亡 不少媒体认为 利比亚和叙利亚局势 当前正处于产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 作为两大问题的重要参与方 此时需要土俄双方再次协调立场 把控局势主持人 那么在利比亚问题上 土俄双方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都持何种立场呢 正如土俄双方在叙利亚 特别是引人关注的伊德利普问题上 是主要的操盘手一样 土俄两国也分别深入介入利比亚问题 自卡扎菲政权倒台后 利比亚陷入动荡 目前利比亚两大势力割据对峙 民族团结政府或联合国承认 控制迪利波利等西部地区 受到土耳其卡塔尔等国的支持 国民军与国民代表大会结盟 主要控制东部地区及南部产油区 或俄罗斯 阿联酋 沙特 埃及 法国等国的支持 而实际上 土耳其和俄罗斯又在外部势力中 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 因此 当利比亚局势产生重大变化时 双方的立场协调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看 俄方支持利比亚冲突双方 立即实现停火 并建议举行有所有利比亚政治派别 和社会力量参与的特别对话 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卡伦 12号也表示 在利比亚问题上 土方希望通过政治谈判 而非军事手段进行解决 由此可见 土耳双方的立场协调 势在必行 协调势在必行 协调势在必行 近期 虚利亚经济面临严峻危机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 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处 中东记者赵远方 远方你好 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虚利亚当前的经济形势 面临怎样的困境呢 是这样 2011年虚利亚危机爆发后 其经济形势就不断恶化 虚利亚棒对美元汇率持续变质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 变质速度显入加快 今年3月份以来 虚棒汇率再度跳水 目前在黑市上 2300虚棒兑换1美元 而在虚利亚危机爆发前 47虚棒兑换1美元 经过9年内战 虚棒的壁纸 次水到原来的近50分之一 货币贬值引发物价飞涨 民众生产和生活成本增加 据媒体报道 粮食等基本消费品价格 今年5月份平均涨幅要为30% 在进入6月份后加速攀升 下面粉 今年3月初的价格是 每公斤400虚棒 目前仅涨到了700虚棒 涨幅高达75% 虚利亚还出现了燃油短缺 包括气烧用的汽油和柴油 以及家庭取暖 做饭用的燃气都非常紧缺 这导致很多地区 明天停建6至12个小时 部分工厂 店铺不得不停业停产 本月11号 虚利亚总统巴什尔阿萨德 解除农理哈米斯的职务 他此前还召唤了多名内阁部长和省长 有分析称 哈米斯因为应对经济问题不利 饱受抨击 巴什尔希望以此缓解民众不满 主持人 虚利亚经济形势加速恶化 这背后有哪些原因呢 首先 九年度的内战 让虚利亚经济遭受重创 据联合国估算 内战给虚利亚造成的经济损失 近4000亿美元 约合27000亿元人民币 使虚利亚经济倒退至少30年 从2009年开始 虚利亚政府军掌握了局势的主导权 收复了全国超过70%的国土 政府的工作重见 逐渐转向战后重建 但美国和欧盟的制裁 让虚利亚经济复苏 其他外国企业在虚利亚投资 承担巨大风险 今年5月份 欧盟宣布 把对虚利亚政府的制裁延长一年 美国对虚利亚的新人制裁 也即将在本月17号生效 这成为虚利亚近期加速贬值的直接原因 虚利亚贬值也与邻国 黎巴嫩局势动荡有关 长期以来 大量虚利亚商人 在黎巴嫩的银行开设账户 存取美元 有数据显示 虚利亚人在黎巴嫩各银行的储蓄 总金额高达300亿美元 去年10月以来 黎巴嫩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 导致局势动荡 为防止资金外流 黎巴嫩发布资金管制令 限制美元的支取 为了维持资金运转 很多虚利亚商人 不得不通过黑市购买外汇 采访推高美元价格 加剧虚棒贬值 另外 自去年以来 随着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不断升级 伊朗大幅减少了对虚利亚的能源和信贷支持 这让严重依赖 从伊朗进口石油的虚利亚 遭遇燃油短缺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则让虚利亚经济雪上加霜 为防控疫情 虚利亚政府采取消禁 关闭急事等措施 随后引发囤积物资 哄抬价格等现象 进入6月份 虽然虚利亚全面解除各项管控 并鼓励复工复产 但物价上涨趋势 并没有得到遏制 日前 虚利亚政府表示 将通过投放美元 鼓励出口等措施 来调节汇率 稳定物价 但虚利亚外汇储备严重不足 这种方法难以违纪 总干脉上说 美国欧盟对虚利亚制裁 以及有所导致的 金融贸易通道的封锁 是虚利亚经济重建 最大的障碍 只要虚利亚危机 一日不化解 迄今形势 恐怕难以有实质性好转 主持人 好 感谢赵远方 好 感谢赵远方 好 感谢赵远方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俄罗斯最新型战略核潜艇 弗拉基米尔大公号 已经正式进入 俄罗斯北方舰队序列 将进一步提升 俄罗斯海军 最强舰队的作战实力 我们来听 总台驻俄罗斯记者 王玉韵发回的报道 12号 俄罗斯第一艘 北风之神A级 改进型潜艇弗拉基米尔大公号 在俄罗斯北德温斯克 正式列入俄罗斯北方舰队 当天 俄罗斯海军总司令 伊夫梅诺夫 主持了潜艇的升旗仪式 他表示 2019年10月 该艇从白海水域 成功发射了 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 目前 该艇所有艇员 已完成了最新的训练计划 保证了潜艇测试 并为其入列做好了准备 据悉 该艇将进入 俄海军北方舰队 第31潜艇师服役 弗拉基米尔大公号 是俄罗斯第四代 核潜艇955型 北风之神级的 第一艘改进型 据公开资料显示 弗拉基米尔大公号 长170米 船体直径13.5米 最高航速26节 下潜深度450米 水下排水量达到2.4万吨 可携带能搭载 核弹头的布拉瓦导弹 该导弹射程达8000公里 每枚导弹 可携带6到10个分弹头 此外 该潜艇具有更低的噪音 更深的下潜深度 以及更完善的操作和武器系统 在机动性 隐身性和军事力量方面 具有独特优势 被称为 俄罗斯未来俄海集合力量的基础 根据俄军公布的计划 俄罗斯海军已经订购了7艘该型潜艇 目前已有4艘开工建造 将会以每年1艘的速度 列入俄罗斯海军 与之前的基础型号相比 北风之神A级哪些功能做了改进 对于俄罗斯有什么战略意义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 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解读一下 东旭和基础型号相比 北风之神A级战略核潜艇 有哪些改进和升级呢 好的可以说和基础型号相比 北风之神A型 它的外形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原来的基础型号 我们是可以看到高高隆起的 这种规备设计 那么潜艇在水下航行的时候 它的这种快速的航行能力 静音的效果 或者说水下的机动性能 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北风之神A型 它的外形进行了全方位的优化 那么这个规备 也就是导弹舱的这样的一个舱段 和它的挺身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 我们已经看不到 明显突出的这样的一个规备设计 我相信它水下的高速航行能力会更强 而且经营效果会更好 除此之外 有一些改变可能是内在的 有人猜测 北风之神A型和基础型号相比 它的排水量更大 原来的潜艇只能携带16枚前射的弹道导弹 但是发展到A型之后 导弹的携带数量可以达到20枚左右 这就意味着一艘战略核潜艇 可以针对对手更多的战略目标 进行核打击 进行核威慑 那么单艇的作战效能大幅度的提升 除此之外 战略核潜艇 它的静音效果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相信在北风之神A型的战略核潜艇上 会采用综合的降噪手段 那么无论是它的销声网 还是它的推进系统 可能都会进行改进 威力强大的战略核潜艇 在水下悄然的航行 对方找不到它的踪迹 摸不清它的这种航行的路线 那么这种隐蔽性 以及强大的核摧毁 以及核打击能力 那么二者叠加 让它成为俄罗斯手中的这种战略利器 让其他国家对俄罗斯不敢轻举妄动 那么我相信 北风之神A型 对于俄罗斯而言 那么它是在国家层面 在战略层面的 这样的一个国之重器 主持人 那么北风之神A型战略核潜艇的服役 对俄罗斯来说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我们都知道 在北风之神级服役之前 那么俄罗斯在海基核力量方面 是和美国有代差的 那么冷战期间延续下来的 德尔塔三型的战略核潜艇 它无论是静音效果 还是核弹的摧毁以及打击能力 和美国海军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相比可能说它还是差一个档次 或者说它技术上差一代 那么虽然说后来北风之神级服役 但是呢 这个核潜艇包括前射的弹道导弹 可能还存在性能不稳定 性能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呢 俄罗斯积蓄力量 对于北风之神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改造和升级 打造出了北风之神A型 那么我相信 无论是在战略核潜艇的这种平台上 还是潜艇所搭载的前射弹道导弹 这两方面 那么俄罗斯都已经追上了 和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差距 那么北风之神A型 那么它在潜艇的性能方面 它在前射弹道导弹的性能方面 已经达到了美国海军俄亥俄的水平 达到了俄亥俄的标准 也就是说俄罗斯弥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短板 那么在海基的核打击能力方面 在二次的核反击能力方面 已经达到甚至是超过了美国的水平 那么未来呢 在这种核谈判或者说核裁军的这个过程当中 俄罗斯手中有了更有力的筹码和牌 那么可以迫使美国在这种核军控 包括核裁军的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要心平气和的和俄罗斯方面进行谈判 因为毕竟有筹码才有谈判的资本 主持人 好 感谢东旭